到遠原來在婚前是月光族 錢只剩下幾千塊 然後另外還負債 可是在結婚之後 把整個錢交給老婆管之後 整個燒烤店的生意 也忽然就起來了 有幾次 然後一年之內還光所有的存款 然後還開始有存了第一桶金 太厲害了 但是你那個 那你這個燒烤店 不是生意很好嗎 對 那為什麼做了五年之後 現在決定賣掉 其實我在今年又有了一個 年初又有了一個上帝的感動 什麼 就是我要把店裡賣掉 我也不知道 當時我就覺得 因為第一點其實 有因為小孩 因為小孩 其實我們餐飲業忙的時間 就是下課 小孩下課的時間 然後或者是假日 也是我們最忙的時間 所以我幾乎等於是 完全沒有親子的時間 對 那我就想說 小孩子的成長真的只有一次 那因為我又是隔代教養 所以我會更在乎 小孩子成長的時候 那我就 第一 我就想說 好 那就順著感動 我就一月的時候 把店裡賣給我的另外一個股東 但是也沒有想到 其實真的是 誤打誤撞 二月的時候 就是上帝很愛你 對 然後上帝 想讓他感受一點人生的考驗 不是不是 就剛剛好 剛剛好二月的時候 疫情就起來了 對 對 那所以我就等於 完全沒有虧損到 我等於一月的時候 我就把股份都給出清 那二月的時候 剛好疫情起來了 所以我完全這一次 幾乎都沒有被影響 對 那時候其實就是 我就想說 因為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不想把錢再拿去投資 因為你等於是說 你當下沒有任何東西 是可以投資的 百頁蕭條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去做做外送員 對 我去做覆蓬打 這個決定 你有問過靜香嗎 有 靜香你同意嗎 他除了燒烤店之外 其實 他其他的工作 演藝工作也有一搭沒一搭的 其實他一開始 決定要賣掉那個店裡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是很掙扎 當然很害怕 你賣掉店裡 你就沒有收入了 你沒有收入 你不怎麼養小孩 小孩要上課 要學費 對 那我們整個家 也是要財米油鹽醬醋茶 什麼都是錢 那當然你會很緊張 可是他覺得 他有感動 他覺得他想要做這件事 那其實 他是想 他只要決定 做這件事情之後 他是沒有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去影響他的決定 就算你怎麼跟他講 也沒用 對 他想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那我就想說 好吧 我這個老婆能做的 就是支持他 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 對 然後他就 然後你就去做外送員 對 因為其實 我們等於是說 我不想要再花老本 我不想要花 花好我裡面的存款 所以我等於是說 我想要 當下也要想要賺一些錢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收入 那我就想說 好 我去做外送員 可以掩護掉我的 我們一些開銷 平常的開銷 或者是小孩子的 學費這樣子 等於說我不用一直 耗到我的存款裡面 對 那所以我就是 去做外送員 那人家就會覺得說 外送員一個月 可以賺多少錢 我們看新聞報導 有賺七八萬的 有 如果用心跑的話 那我其實就是兼職 我就是送小孩 去上學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跑 然後跑 跑到小孩去下課 搶單 然後送吃的 搶單送... 搶單送吃的 然後其實也會有人認出來 就是說 你怎麼一人不做 跑來做外送員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沒有很多 也不會覺得丟臉 就是這只是我在 下了節目後 我的另外一份工作 那你跑得算 輕輕鬆鬆跑 一個月可以跑多少錢 大概三萬多 四萬吧 三萬多 也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而且在張相那個 疫情年峻的時候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 對啊 那時候 百業真的蕭條 對啊 然後 也曾經發生過車禍 對 對 現在外送員 你都不知道上門來 有時候你叫一個外面 很多空少也在跑外送啦 空姐也有在跑外送的啦 真的真的 因為他其實真的 沒收入就去跑啊 對 他就是跟時間在搶金 就是用時間在換金錢 你如果說他一單 大概五十五到六十都有 對 那就是看里程數加成的 那等於是說 因為現在最低基本工資 是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八的樣子 對 那你只要跑三單以上 就等於是 就贏過基本工資了 對 你就贏過基本工資了 那我最厲害的時候 跑過一個小時跑 五單 五單到六單 那時候運氣好高好多 都在附近 對 他有時候就是連單 或者是說你可能 我通常就是去 拿了就走 不用等餐的時候 這種直動就是最快的 對 那這樣有沒有比較放心一點 一個月最少還有三四萬 沒有比較放心 對 其實三四萬也不多 雖然有收入 可是他是騎機車 每天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其實他騎機車速度都很快 所以我都很擔心 我每次很怕他出去外送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只要打電話給我就說 我出車禍了 然後我就 有出過嗎 有 就是出過車禍 然後整個心就揪在那邊 我怎麼了 有沒有怎麼樣 對方有沒有怎麼樣 你有沒有怎麼樣 就很擔心 因為他那個程式很急車 就是他當你過多久時間 沒有送到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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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開始一直催促你 所以你就會越騎越快 你想要趕快送 然後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程式就是設計的人說 會一直催促人 對 那你會很緊張 所以你會很緊張 一直感覺就是讓人家吃飯的時候 要放那種快音樂 讓人家趕快吃完那種感覺 對 對 那他就是要催促你 趕快去送餐這樣 哇 這真的很 很辛苦 所以說到那邊還要過馬路 這邊搬馬線 跳下來用牽著 對 然後在那邊搶時間有沒有 對 對